接打双溪大年发生大火 才踏入今天凌晨10分 超过半世纪的历史老街 就有6间老电屋冒出熊熊烈火 其中3间电屋9成面积被烧毁 双溪大年萧整局长伊斯迈发文告指出 当局今天凌晨12点47分接到投报 萧整人员赶到现场时 火势已经相当猛烈 橙黄色大火照亮整个夜空 不少居民都被惊醒 当局随后证实 其中3间电屋严重损毁 另外3间也有5%面积被烧毁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局还在调查起火原因 这次是 万里有3%面积可 反而8%面积被烧毁 反而8%面积被烧毁 我直接没发生 门算不幸 前4%面积被烧毁